1.2这里面呢 我们看的是变量的定义与使用 这里面配合了两个案例 第一个呢 是重新改写之前的Hello World 第二个呢 是输出了一个当前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 是会跟着变的 那么后面呢 还有三个和变量相关的 1.3呢 叫做止读变量 止读变量这个呢 咱们作为一个了解就行了 知道呢 有这么回事啊 以后呢 用的机会呢 也不一定很多 止读变量 抓住这个止读这个词啊 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变量 你定义好之后 只能被读 不能被修改 不能被修改啊 就是止读变量的含义啊 语法格式呢 就是在变量的名的前面 加上一个read on it 注意是变量名 有没有说道乐福啊 没有啊 所以千万你不要再给他前面来个道乐福 不要来道乐福啊 只是名字 只是名字 那这边呢 来验证一下 这个语法就可以了 以后呢 也真的不一定多用 案例呢 我们就是来定一个 变量 假如这个变量呢 我们叫做a吧 然后呢 并且其值为10 随后 设置其为止读变量 再去尝试 重新去复值 就是改变他的值 看看呢 会怎么样啊 这个是这边的一个要求 回到这边来啊 那么刚才的话是test 几了 4已经结束了啊 那么这时候应该是5了啊 5 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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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5.SH 然后呢 VRM 编辑 警号 碳号 BING BASH 后面来 先来定一个变量 定一个变量说 AA等于 10 A等于10 这个等号 空格不要要啊 由于它是数字 所以引号呢 你也没引到 没关系 没有关系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 他说要设置一个止读 设置一个止读 那么止读呢 就是R1 AD GRADE O 内 O内 颜色变了 然后变量名 A 然后再尝试 重新给它改值 加这个值 我给它改成 20 然后呢 最后我再输出一下 到了A 来看一下 最后呢 它输出的值 到底是10 还是20 那如果这个止读变量 按照这个语法 甚至成功的话 那它理想中的下 应该是不是输出10啊 嗯 行啊 行 那这个呢 是 看那个要求啊 好 保存退出啊 保存退出 然后 CHMOD 加X 后面的话 TESTA5 点 SH 最后的话 执行一下 TESTA5 点 SH 是不是 说明我们这个结论是对的吧 他说TESTA5 SH LINE4 LINE4 第四行 然后呢 A RIDER O内 Variable RIDER O内 Variable 叫止读 后面这个单词叫变量的意思啊 叫变量的意思啊 以前有同学如果学过其他语言的话 可能会认识这个关键词叫VR VR表示声明一个变量 因为VR的全称叫Variable啊 变量的意思啊 哎 这边的话就是 止读了 哎 那么止读由于止读了 后面这里就改不了了 改不了 所以最后输出的只是10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哎 持读变量之前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个报错提示啊 说这个是止读 嗯 止读变量 这个座位了解就可以了啊 第四个呢 叫接收用户输入 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 也是比较重点的一个东西 接收用户输入 什么时候会用到接收用户输入 以前的话不知道有没有见过 类似这么一个程序啊 比如说 你打开一个 小黑窗 或者说谁够C语言的 应该体会过这种感觉 就是打开小黑窗 然后呢 他会按输入 先输入个东西 然后呢 按回车 输入其他的 在最直观的什么呢 最直观的 就像我们这个 PASTA 咱这个切换一下 Ninux123 切换过去 然后再切换回来 就类似这种情况 是不是要我们输入密码啊 就是等待我们输入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接收用户输入就类似于这种形式 他呢 可以让我们去输入一些东西 再往前推的话 有个同学以前可能自己装过电脑 用过那个叫老毛桃吗 当然我在电脑上应该已经没有了啊 老毛桃 老毛桃在开机的第一屏 他是不是有几个键让我们去选呢 12345678 然后按个对应的键呢 这是一个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 在老毛桃进入桌面的时候 然后呢 有一个分区工具 分区工具 你双击的时候 他也是进入一个命令行界面 然后你选择 你怎么去分区 那也是一个命令行界面 那也需要去用户去输入信息 需要去接收用户的输入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比较重要的啊 特别是像在我们这个命令行 这种情况下 比较重要 叫接收用户输入 语法格是 red-p提示信息被亮明 red-p提示信息被亮明 red呢 是一个关键词 含义就是 我这个语句啊 就是要表示 我要接收用户输入 red和-p连在一起啊 表示接收用户输入 然后呢 这一块呢 我要提示一下信息 像我刚才这个地方呢 在这一块 那我们怎么知道 要输入密码呢 原来他给我的提示啊 让我输入密码 所以这个提示进行 你必须告诉用户 要输入什么东西 那么用户输入之后 输入之后 我们后面肯定要去用它 对不对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你输入密码 它是不是要去验证呢 那它验证 是你输入之后 在输的同时就验证了吗 不是的 它是输完之后 先保存 保存之后 再去验证 那我们这地方的话 你写其他方的时候 肯定也要这样 你得先把它保存下来 那么保存呢 保存数据 我们就得用变量 所以后面呢 给它加一个变量名 那后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用这个变量名了 这个是接收输入的一个用法 这是这个语法格式 那么现在的话 同样啊 我们来整一个案例 案例 案例呢 我们要求来做这个操作啊 编写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呢 已经到TESDA5了啊 那么现在叫TESDA6.sh 要求执行之后 提示用户输入 嗯 输密码就免了啊 咱不输密码啊 提示用户输入什么呢 输入一个文件的名称 名称当然可以是路径啊 要求用户输入一个文件的路径 然后呢 自动为用户创建该文件 可以吧 创建文件嘛 其实本质就是创建文件嘛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一点的啊 那行 那么现在的话 来创建那个文件 TOUCH TOUCH 然后呢 TESDA6.sh VIM TESDA6 TST TESDA6.sh 然后进来 进来之后 固定格式 警号 斜杠 并 并后面 BAS 写好之后 往后来啊 首先要求接收用户输入 那么接收用户输入的语法 你只要把它往过套就行了 RED 杠P 提示信息 然后变量 明 READ RED 变颜色了啊 然后杠P 然后空格 提示信息 由于提示信息 一般都是由字母 或者说有空格的这些东西的 是吧 但能不能判字呢 可以 提示信息可以判字 所以后面我们一定要加上一个引号 那这块的话 我们就说 请输入需要创建的文件路径 然后呢 等待用户输入 好了 然后后面的话 按照语法要求 是不是还有空格呀 不要忘了 起个名字 名字呢 我们就起个 呃 File Path吧 File Path File要文件 Path叫路径 File Path 中间不需要其他符号 比如说 有同学学过其他语言 比如说你学过PAP 哎 我要来个点 或者说你学过G 还是学的好 来个加 来个加号 都不需要的啊 这地方都不需要的 什么都不需要 中间你只要加空格就行了 加号也不用 只要一个空格 只要一个空格就行了 一共是一个空格 两个空格 三个空格 中间这个引号里面包着 即使有空格不算数啊 因为它是引号包起来了 一定要保证 这地方有三个空格 一个 两个 三个 然后后面呢 现在呢 它只是实现了用户的一个文件 名称或者文件的路径 输入 我们最终的目标干嘛 是不是要创建那个文件呢 那么创建文件怎么创建 T-U-U-C-H 后面是不是跟着一个路径呢 那么路径是谁啊 路径不就是FilePath嘛 所以要用它了 当然 FilePath 用它的时候 要加到了 最后呢 我们来好心好意提醒它一下 叫文件创建成功 创建成功 那如果说你想做的更全面一点呢 那我甚至可以说 去给你打开这个文件都行 或者说 L S 杠L 给你列出一下 行不行啊 刀创 8-U-Path 给你列出 查看一下这个情况 少论我们待会儿自己去要S了 行 写完了啊 写完之后的话 那么后面的步骤就按照之前的那个效果 比如说你给它来个执行权限呢 该怎么加呢 就给它加一下就可以了 CHMOD 然后加X PASTA6.SH 最后呢 验证一下 点杠 PASTA6 按回车啊 请输入创建的文件路径 和刚才这个密码这块是不是一样啊 行 那么这时候我要写路径了啊 路径的话 跟一下 ROOT 下面呢 起个名字 名字呢 咱们起个名字叫2018 80404.TEST 然后按回车 穿成功了吧 然后是不是给我列出来了呀 可以吧 没问题啊 那这个效果就可以了啊 那这个路径的话 就是我们自己去输的 你每一次输的东西可能不一样 但是一不一样呢 这个我不管 只要你它是正确的一个路径格式 那我要做的就是 我给你接收好了 给你存一下 存到哪里呢 存到FilePath这个变量里面来 然后的话 你有Touch是吧 那Touch要这个路径呢 行 那我把这个路径呢 在后面给你接上去 最后呢 输出一个内容 提示成功 然后在LS-L 把这个路径给它加一下 我就可以把这个文件给它 以列表的形式给它列出来 执行的是成功的 这个问题 咱前面在学习Touch的时候 有同学不是问过了吗 这个之前在讲Touch的同学 有同学问过了 说这个路径如果是多层的 怎么着怎么着的 当时不有人试过吗 行不行啊 不行的啊 你必须是 不是绝对路径 必须是这个前面的目录 必须存在 后面那个文件 你可以不存在 因为文件我们需要创建 但是路径必须要存在啊 就前面的目录必须存在 这是之前的问题了啊 其实这里面对于我们来说 新的就是第二行 新的这个命令就是第二行 就是这个语法格式 对 Red-P 加提信息 加上变量名 后面这个Touch 创建文件 以及LS-L 都是我们前面学过的命令 把它堆在一起的 然后Echo 简单输出嘛 最主要就是第二行 这个地方 这个案例的话 还算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有更多的 这个类似的操作啊 也可以呢 去来尝试去写一些其他的 主要的语法就是这个语法 这个语法呢 一定要记着 Red-P 加提信息 像这个操作的话 一般呢 在很多 很多的一些 就是辅助工具里面 会经常出现 因为本身的话 Cell呢 它也属于一个编程语言嘛 以前呢 我写过一个小工具 当时呢 因为本机的话 我们是需要有这个 阿发期嘛 阿发期我觉得每一次启动 Sovies 然后什么 HTTP D Start 我嫌烦 我嫌烦 它怎么着呢 我就写了个脚本 然后呢 后面的话 有这么一个情况 假设这个脚本已经启动了啊 在这一块呢 有这么个东西 这里面的话 是说 请选择 请选择需要执行的序号 然后呢 1 叫启动 阿发期 2 关闭阿发期 然后3 重启 阿发期 重启 阿发期 然后后面 请输入 您的选择 然后如果说 我要重启怎么办 我只要输入一个3 然后按一下 回车 就行了 这种多简单呢 咱就不需要每一次做 来个什么Sovies FB Start Restart Stop 太麻烦了啊 直接按输入字 加确认 很方便 很方便的一个选择 就跟这个电视菜单 其实差不多 所以这个接收用户输入呢 像这种场景的话 就用的比较多了 当然这个场景里面呢 只用接收输入还不行 因为它有一二三 三种情况 对 你还得要去选 还要去选 让3表示重启 当然学习完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你就可以实现这个操作了 把后面这个条件判断 这一块呢 骑完了 你就可以去写这个脚本了 很简单的小脚本 那最后一个呢 叫第五个 是删除变量 删除变量呢 这个呢 在很多弱类型语言里面啊 其实 如果并非业务逻辑的需要的话 一般用的也不多 并非业务逻辑需要的话 一般用的也不多啊 所以这个呢 也是作为一个了解 就OK了 叫删除变量 语法格是onset空格 也是变量名 没有到了和变量名 set表示设置 onset取反 不设置 不设置也就是取消销毁 所以叫删除 同样写个案例就可以了 这地方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啊 例如呢 我来先定一个变量B 然后呢 等于20 B等于20 然后呢 再 输出B的值 随后 删除B 最后 再尝试 输出一下 B 看看会有什么提示 因为B本身是等于20 然后输出这个地方应该是28 然后再删除 再输出 就没东西了啊 因为已经没了嘛 啊 就是讲这个效果 好了 那试一下 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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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呢 紧跟着一个文件 test7.sh 然后呢 VIM test7.sh 进去 啊 然后 探号 B B 先定一个变量 B等于20 然后输出 $B 然后删除 onset onset $B $不要加了 不要加$B 最后呢 再输出一下 $B 再输出一下$B 行 这个是案例的代码 那么退出 然后 赋予 执行 权限 加X test 7 最后 test 7 走 就只显示了一个呀 那按理说 我们输出了两次 它是不是应该出现两个 但实质上并没有 因为 B已经被删了 所以就输出了一个 那如果说我们在 本身在这一行里面的话 我把这一行给它 住掉 那么这时候 大家再来看一下 两个20 是不是应该两个20 但是 你如果onset之后 它另外一个20就没了 用 控行占这个位置 是吧 对 那这个效果就是 没问题了 说明它是 可以去把这个 变量 是可以给它删掉的 变量就是因为不存在 不存在就没东西 但是A靠一输出肯定是 至少有个空行 A靠一输出至少是有个空行的 对就输出了空的 就是被删了 删了到下午 那如果说 有同学问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我这个问题 我把它给这么来 你删了不就没有了吗 那我不输出看看呢 是不是没有空行 把删了币去了 这个想法挺好的 就是相当于输出个空行 也就是只要你运行那个A靠 至少会有个空行 至于这个后面有没有东西 有东西 那就输东西 没东西 就是空行 A靠至少是沾个空行的 不报错 这个和其他语言不一样 其他语言可能会报错 可能会有警告 但是这个地方呢 它没有任何提示 那变量的话 我们就介绍这五个 第一个呢 是变量的含义 第二个呢 是变量的定义和使用 这个呢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重点 定义的时候呢 左边和右边 千万不要加空格 千万不要加啊 类似这个地方 还有很多 包括我们今天下午 要学的东西 也存在这些情况 到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啊 然后还有命名的一个习惯 命名的规范问题 标红的 一定得注意 这个地方 这个题目 选A 不选其他的 变量 然后还有一个双引号 单引号 还有反引号的问题 双引号 单引号 和反引号 双引号呢 能够识别变量 能够转译啊 单引号 不能识别变量啊 只会一样输出 不能转译 反引号呢 是指当脚本执行 一些指令 并且要将执行结果 付给变量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反引号 反引号是ESC 下面那个键 指读变量 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接收用户输入 这个语法很重要 以后呢 再写一些小工具 还尽量会用的 RAID P 提出信息 变量名 后面的话 执行 三处变量 UNSIDE 了解一下这些 谢谢大家